繼續開會 我們請吳亦正議員質詢時間45分鐘 主席、市長、副市長、各位局所所長、各位市民 大家早 很高興在來每個會期的一個總質詢 可以跟市長、跟各位所長 探討我們認為高雄市幾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也希望在這裡能夠得到 市長跟市政府能夠比較清楚明瞭的回應 第一個有關巨蛋 這是我們在審查預算跟去年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看到一些問題 那去年也看到市政府跟業者 有在重新修正一些更公平 對市政府更有利的一些辦法 我們也很高興 但實際上在運作還是碰到一些問題 因為這個當初成立這個巨蛋BOT 事實上是很多人的努力 當初從政府要蓋廢除 又自己要找到一個地 然後打新得標之後 又經營認為算不合算 當然那時候財務它也出現問題 又幾斤轉手 又一斤 又一斤 一斤 一斤 最後是漢省再來承接 透過一個複合式的商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方案 但中間還是有很多合約 跟當初設想 因為這畢竟是台灣高雄第一個BOT案 比捷運還早 我們不會去責怪每一個在這邊的疏失 但是我們認為在運作這段時間 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來調整 那因為漢省在北高雄 也帶動了我們整個城市發展 我們也很認真在經營 我們也很高興 可是回過頭來最開始原始我們要鼓勵巨蛋 要一個巨蛋 對市民來講 我們希望核心價值跟原始的 就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標準的 體育賽事的一個活動空間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才是伴隨著其他的多功能的作用 那因為這樣單獨經營經不下去 所以我們再給它一些所謂的商業經營空間的 一些特例的一個權利 這是整個優先順序 現在是後面的商業經營模式很賺錢 很好 也帶動我們城市 也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第二個 有些商業活動演唱會 也有很好的在那邊表演 也達到目的 現在是回到最低一點 體育賽事 實際是 確年年幾乎是不合原來的我們期待 而且还是透过去年的修约才有一点改进 可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始的一个我们赛事 很多的这几年来 很多很有水准的运动赛事都进不去 因为太贵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而且体育 我们都知道体育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一个经济活络 那体育馆我们再回忆一下 体育馆大概44亿 附属事业35亿总开发79亿 政府我们不只出地 我们还投资15亿元在这个体育 体育馆本身44亿我们就投资15亿 地不算了 然后现在这几年我们的政府还要缴地价税房屋税 这体育馆从103年前不要算 而且我们现在那边因为增值 地价税我们一年要缴2581万多 房屋税要缴800多万 当然我们从那边土地租金 我们也租给他缴给师傅 也有从2000至30008 等于说他缴的钱 政府还要付钱 整个我们付了那么多土地 免费 几乎算免费了 没有卖嘛 因为是收权利收租金而已 我们自己还要缴地价税 还要投资15亿 政府一年才能税收上 在土地税收多400多万 当然他有营业税 救援人口 当然都可以再讲 就政府的账上 就是投资这么多 提供这么好的土地 一年较少许八万 但是这也没关系 如果你的核心目标达到 也没问题 像我们核心目标没有达到 你看下一页 近三年评鉴 西级 巨蛋本身的机 那事先我们整个事后评估 事先他到底做的 整个活动的安排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去介入 不是说完全去主导人家 可是一点权利都没有 只能事后吸 然后吸又怎么样 可不可以解约 可不可以罚款 没有罚款 没有完全 这个是要建立在双方的一个互相诚信诚意 然后我们规定本来是十四场 后来因为也是我们市议会跟市政府的一个讨论要求 它再增加到二十场公益 可是这公益也是免场租 还是要水电费 还有冷气费 什么管理费 而且每一个用每一个设施 都要另外算钱 虽然是公益 有时候一场可能二十几万到四十万多要 虽然是免费 光付那些钱 然后体育赛事规定要到六十场 也一直没达到 那去年我们也在议会里面教育小组提出来 有在修订有折扣 应该改善一点点 增加几场 而且有些体育是表演 比如迪士奈滑冰 要说他体育也是体育 可是我们讲体育赛事吧 当然不是说滑冰不行 而是说根本不应该算在六十场的体育赛事 我现在讲核心价值要先守住 有更多活动 你去买三口也没关系 你要买迪士尼也没关系 没有跳舞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把核心的目的先先守住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审核 是不是体育赛事 这个都是一个缺失 那所以说你看我们投资这么多的土地 然后又投资十五亿 结果我们政府只能拿到十四天免收敞出 水电育赛事十四天 现在改到二十天 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要求他公益要多 只要你要把这个体育赛事 有结果论 我不管你收费多少钱 不只是凑六十 如果你要用最B标准的话 那我整个合约帮你翻出来 一条一条跟你审视 政府放宽多少 协助他多少 这是大家要互相嘛 而不是从法律来 你嫁到我嫁到这 这个不是我们喜欢的一个 没有 这个不是一个高雄需要 高雄这么一个脆弱的经济体 需要每一个人来帮忙 需要市政府 需要市议会 需要很多投资者 很多市民来共同支持 缺一不可 所以公益当时多少 公益当时收多少钱 重点是收多少钱 才能产生好的公益 体育赛事多少钱 多少费用才合理 这个都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我们也不要说主动 我算出要多少才合理 因为这个要市府跟业者 根据这几年 我们重新检讨 要做一些修订 你要公来合约 相信他比我们更清楚 他没较优劣 要认真再算 那我们是诚心诚意 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希望再强化我们的高雄的运动赛事的活动 希望能够在 在不动合约也可以 在修订互相的一个量 一个修订办法也可以 就在重新重拾我们巨蛋的现代体育馆的价值是什么 达成经营者 市府市民运动选手都赢 我们希望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合约 那包括要事先审核 市府体育赛事的权利 降低单纯体育赛事的一个费用 增加体育赛事的天数 当然要鼓励我们在地的一个条款 让在地的体育赛事 有一个保障条款 能够在那边巨蛋 就像当初我们在自得自善 每一年四五月都要帮学校音乐班 体育班音乐班跟舞蹈班 那巧档期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修正 就是四月五月优先给高雄市的专业的体育班表演 剩下才可以给其他的商业演出 但是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那这个也一样 我们先把体育的那个赛事先优先建立起来 那你政府还要协助 比如上次的那个白趴 不是体育赛事 可是它能够带动很多的整个消费人口 台北收很贵 所以市政府也不配合 我们愿意配合 所以说大家跑来这边 我就看到高雄的进步 这个都是好事 就是说你先把体育赛事先顾好 那其他政府能够帮忙的 你帮忙商业活动的 我们都愿意来支持 我想这是一个本株 诚心诚意的一个 在这才是真正在一起来为高雄努力 这一请市长 能够就这件事情 能够简单回答 谢谢 谢谢 市长 谢谢主席 谢谢吴亿言 有关于高雄巨蛋 这个合约中缺少体育赛事 那这个部分大概 我们上一次有做了一些修正 不过这个修正还是没有达到 我们所议期的目标 那我认为高雄季蛋 现在在北高雄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我们也很高兴 他们其他的事业都很成功 但是对我们高雄季蛋来讲 那么好的场地 除了提供表演 更重要 它必须符合我们主要的目的 在一个体育的赛事上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那我会请我们史则副市长 当时在对于有关与巨蛋 合约相关的部分 他这个部分他都非常理解 那今天 我们的吴议员针对这个事情的关怀 我想我会要求史则市长跟业者 那包括议会等等 大家对于整个巨蛋的发展 高雄未来在一个体育事业上 那我觉得能不能让这个城市的一个经济的活络 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继续跟他们进行沟通协调 到最后的谈判 谢谢 市长在我们去年有这样的调整 我们就很高兴 可是市长效果还是没达到 那个编辑费用到底要多少 经过这去一年的整个今年的一个 我相信有很多体育处一定最清楚 很多人去申请 包括教育局很清楚 大家很多好的比赛进不去 那是第一个 那第二项想跟 请命的请市长为市民 乔病床 上次那个新闻说 民意代表乔病床特权 民意代表何其委屈啊 我们也不是为自己在乔病床 市民为什么要乔病床 都没有去问那个原因 因为很多的好的大型的意愿 不管公立私立 你说台北台大 荣总高雄荣总公立的 私立的高一长庚 都是参加健保总量管制 今天他做8亿 做10亿 政府核定给他8亿 你做过车给8亿 他也是 你做过10亿 他也是给你8亿 但是好处是什么 他不审核你的整个细节 整个额度给你 不会一笔一笔给你算 一笔一笔给你敲 所以说他变成总额管制 所以我恰恰很多一般市民 要去做健保床 够一个时间搞 不好意思 他说没有病床 现在高一跟长庚 更有制度了 电脑上锁 什么人来说不好 电脑自己给 除非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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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接近院长 才有可能瞧到什么的病床 我们也不是什么特权不特权 市民只需要一个正常的健保病床而已 要不到 但是我们的市立院的病床 因为未受健保给付限制 因为我们没有申请总量管制 所以也有空床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们市立院 跟他在医疗水准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 可是有很多 不需要住到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一级的教学 教学中心 医学中心 还有很多的一般病 他可以在我们就可以 这个level就可以去承担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它做好 整个整体医疗资源 整个失衡 整个医疗体系 高雄六都 你看高雄跟台北 我们人口比他多 我们的内科医生 职业人数比他少 1200多 台北1900多 每万人内科比例 我们是4.49 他是台北7.32 内科也是一样 人数 431649 小儿科也是一样 然后妇科也是一样 整个每万人口 妇科医师也是 比例都比台北是差 所以说 两次的之前的 我们一直在追求 为什么 财政划分不公平 工厂在这里 致癌 生病这里更多 可是他们医疗水准 就比我们更好 我想这个是整个 我们在争取 这个预算很重要 那预算会呈现在哪里 他在靠近 他只能平衡 可以补助3.5亿 我们就一点几亿 他总预算 大概是30几亿 可以再补助 公立医院 我们却没有 我们现在只有几亿 那我认为说 这个问题 我们在了解好几年了 也改善 而且市政府跟卫生局 很努力在改善 所谓的公立医院 也事实上有进步 但是我们在看这几年 还有空间在哪里 就是我们需要鼓励 优秀的医生 来进入我们的公立系统 以前大家是第一优先 是到民生医院 古早期待 现在为什么会一直没落 当然有健保 也就是我们自己 疏于投资 也是有疏忽 尤其是内外附幼 急诊五大科 但我们不用每一科都很强 但知道哪些优秀的 是市民更需要的 优先把这些医生 好的医师能够引进来 当然要增加公务的预算 然后也要增加 我们现在长照医留的 整个设施 现在我们的医师 大概民生跟联合 平均外科是在 20万到25万左右 小儿科 只有大概10万到20万 不一定 因为联合医院比较久 15到20 民生医院最近有重整 所以说新进的医院 可能比较 薪水比较低 妇科 在12万到15万这个range 内科也是在这个 10万到36万 18万到22万 那一个组织医师 在别的医院 正常组织医师是25万 平均是25万起跳 以前为什么会到公立医院 有些有理想性 有些也是因为 他有好的医师 有好的医师团队 好的设备在带 那还有一个退休机制 现在这些公立医院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从制度面 来整个鼓励 怎么鼓励 第一个当然要调整 医师的基本薪资 待遇局奖金 提高我们市立医院的 医疗纠纷保险 你保险够多少钱 但是那是这种 对医生的整个 风险的管理的保障 第三个 你要不要请医生 不够那么多钱 怎么办 可以增加客座诊费用 我现在只有两千六百六十元 为了这个事情 两年前我们还跟卫生局去 那个卫生署去敲 整费 应该市场是要一万块 等于说我从容总高医常 跟有些好的医师 他有空档 来协助我们市立医院 一整一个早上 我们的CD要给两千六百六 到偏乡也是两千六百六 公立的系统 后来我们去增加 为了这个市场要一万二左右 但是乔半天同意增加五千 可是我们市府 我们都为了这个去帮全国乔 所以我们市府还是两千六百六十元 还是没办法提高到五千 那所以说变成民生只能找到一个容总 然后从哪个医院找到三个 来增加这种资源的调配 有些他不一定要到大医院到容总到长根高医 他可以到民生的医生可以过来 所有的医疗系统核心架核心的 这个生产者是医生 当然还有护士医护人员 那你要把这些要补足 那这样的合作就可以合作一个方案 调整医师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医疗团队 而且最好是外科的 而且要 尤其是外科现在都缺 因为你还要跟他抢 你没有更好的 适当的一个待遇跟环境 你没有竞争力 因为你有外科 你内科大家才会去信任 因爲什麽 内科知道 他医疗之后 他后面有一个很强的外科在支援 他就更愿意去接受 否则来看看 病毒都是由内科来嘛 除了急诊以外 我也觉得自己对外科外科没有信心 为了病人权益不是私利 我看这个你去找卵中和某一个医生 这个病你去找高医就是一个医生 比外科不抢的时候 就变成内科在帮别的 变成为了病人的权益 去找替他找更好的外科医师 当然这是很好 那前提是你当然最究竟 如果自己的医院能够支援 当然自己的医院 但是你要够抢 所以我说我们提高原额的这些薪资 原额补充以外科为主 内科的部分可以跟大医院来合作 或者是开放资深诊所 医生入院 他来减 因为现在诊所 在外面开诊所 像我一天看十个 看五十个 以前都看三百个五百个 现在都因为这个健保的给付 他人的生意 越来越诊所 生意越来越不好 但是那些 不好意思 大家处理的都是主任医师出去了 他们早去处理得更好 现在 所以说 我认为说 如果他们愿意 我们要开放一个 外面的以前做过主任级以上的 他可以来看诊 增加我们这些 另外有的是强化自己的医生的医疗 就是要外科抢 那在门诊的那个部分 可以由外面自己以外 大医院也可以 小诊所也可以 小诊所都是大医生 不要把小诊所 这样的话 让我们整个医疗的医生的选择 跟多元 年轻的 有干净 外科需要有年轻 一直会有越来越强 那一科是要有经验的 这样来搭配 不用投资很多钱 可以让我们整个公立医院 都可以整个 在最有限的经费里面 做最大的翻转 这个人事会 我们上次2660到5000 就回答了之后 他说 知音 你给上线5000 大概都是保留更大的诚信 他们反正是同意的意思就对了 这个也是我们去 这个你看人事是我们市政府 我们卫生局 我们一起去卫生署 帮全国的那个 所巧的公立诊所 转诊的费用 市立医院做不好 相对跟 现在目前外面做不好的原因 我想最主要是 健保给付的整个制度 一个原因 第二个 市立医院 为什么那时候坚持民生医院 不要再民营化 跟联合医院 很多工作 市立医院他不会做 外面的不会 以我们这个 现在长照 而且越越多 99床 民生医院 三万六 一五月 公布应酬 白队 要白三四五月 到半年以上 有些我们要转接到 后来转接不到 到圣公医院也不错 四万五 也是找不到 现在市民也找不到 四万五 也又没有 又没有白症 你看到 以圣公医院跟我们来比较 两个都不错的都附近的 圣公医院 我们每年将近补贴市民 就一千万 光这个部分 九十九床而已 我们收的比别人便宜 而且还供不应求 这个部分 我们就 不是亏 少赚一千万 我们可以收到四万五 可是因为为了照顾市民 我们只有三万六 少赚了一千 就少收入 少收入一千万 而且你收越多 你少收越多 这个就是市民有需要 不要说难过 一般市民 现在不会起来 贫富差距 敌尿少收入 一般人都是平民 三万一五月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还有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在创造 他的角色是有公益的角色 然后很多其他医院 不是私立 公益他也不一定要承担 公益会比较 像荣总也会碰到SARS 碰到登格热 有些私立的大型医院 他拒收或没收 各种理由 荣总跟公益医院 跟我们的私立医院 在这个角色 就马上就跑出来了 不管是SARS 登格热 还有偏向地区见诊 不要说偏向 连市区小学 不只是小学 我们的健診 健康检查 预算偏低 都没有在拼 结果也是没有拼 也是民生医院 联合医院去做 这跟以前的公车数一样 他要 学生半价 老人免费 差价 社会局也没报 教育局也没报 以前的公车署报 所以他累计亏损 一直十几十几万 到两百多万 你以前的公车署 那不公平 所以说 我们把他的公立的承担 卫生局 应该把他的 所谓的公共的服务值 贡献度 算出来 那个差异 那我们要补什么东西再进去 让我们的公立医院 整个能够再重新活化 那所以说 现在预算员大概都有可以七十五 民生院可以七十五 联合医院可以八十 可是现在的员员 民生只有拼到四十二 联合只碰到六十六 都有将近二十位到三十位医生的 预算员员还在那边 但是因为你的薪水 你的奖金给付都不足 所以 你责无医生啊 那所以说 我们上次也提出 希望我们政府 也让健保 让整个全国看到 内外 看到医疗系统的失衡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啊 蔡英文没有要改 我也没办法 我们城市就最好的实验场所 我们就是创新的正好的舞台 我们高雄市先来做好 把内科外科副科右科急诊 这些医生在我的市立的医院里面 我不只给市场好的行情 比市场还要更好一点的行情 不然现在大家 不是高雄欠的 大家都拼过 大陆鞋了 他一天周末 周末飞车 他拼那星期一天开诊 一天开诊 一天开诊 开几十个 他才倒了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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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多两百万 他全去 没有回来 都拼义了 那我们医生 医学院的学生又管制 现种医院的系统 坦白讲又很崩壁 又要管制 又要医疗品质 要过好 分锁七十五分 到七十四点九 到七十三 是差多少个 の 都一急的等都 都是怎样做医生 但是 他就要那么多 一年一千多月一年一千多月 不要假就是不要假 那造成我們醫院長久以後 以後不只高雄 台灣都沒有基本的醫生 現在社會又老化 現在缺乏醫生 台灣的不是高雄 那我覺得我們公立 至少我們還有能力去支持 這樣的一個改革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不只寢足 而且比市場好一點點 尤其是內科外科 這四大科加所謂急診 這個我們承擔得起 我覺得我們應該市民也會支持市政府 這樣的一個增加公立醫院的一個投資 而且告訴整個全國醫療 整個醫生的 醫生的整個缺額不要等到 現在的公交人員 集在十年之前就知道 按照這個成長按照這樣的角度 這個會計都可以算得出來 不處理 現在大家走走走 再對立 這個也是一樣啊 醫生不足 不是已經早就發生了 趕快去處理 至少我高雄是先處理我高雄 我沒辦法去救全國 我先把高雄事先救好 當然大家看到改革的方向 全國再來跟我們 跟所謂的高雄錯綠建築一樣 太陽光電 都是我們高雄發起 來重新創新 我們面對這些問題 不只是高雄是全國 我們再來創新這樣的議題 我告訴我 內外監修 外科 佈起來 強化外科的醫師 內科由兼職 或大醫院的醫生來 來處理 這樣我們有順的預算 可以產生很多的一個效應 重新我們定位我們的醫療系統 而且我們有個好處 我們還有眾議院 那中西怎麼樣去治療合作 這現在是未來的趨勢 然後聯合醫院後面 還有另外聯合醫院後面 有捷運局的停車場 我不知道那個為什麼會播給捷運局 是不是為了作駕給那個所謂的 捷運投資建設基金 以前捷運可能要走過去 清潔要走過去 現在沒有走過去 跟他後面這個 並捷運局 是在作駕用的還是怎麼樣 你要作駕沒關係 你望聯合醫院的未來發展 這個區塊如果合併 他的整個容積見批率可以增加 可以做整個院區的整個改革 那所以說也請市府 能夠檢討聯合 捷運局的所有權 移撥給衛生局的聯合醫院 然後 那其他還有另外一條 那這個部分可以整個擴大 整個院區 做所謂的老醫院也好 或者所謂的長照系統 重新整合橋子裡 市府真的很缺錢 真的是資源有限 但是我們有很多資源 都沒有做有效的妥善運用 那這個也是造成這個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我也請市府 市長能夠第一個 公務預算 我們現在大概一億多 每年大概一億多兩 中醫院跟凱旋生理不錯 生理不錯 我們要減少 不是減少 精神狀況需要看醫院更多 所以說我們需要的這個民生聯合 一間一億多 如果每間都要補到兩億左右 因為台北大概三億五 他們總共有八間來十間 近年差不多三十億 在支持所謂公立系統 那包括衛生署 要平衡啊 爭取預算也要平衡啊 這所謂公立議員 台北市跟高雄市的比較 跟整個投資補貼 我早看電視新聞也真的假 說鐵路地下化之後 可能是市長又去爭取了一百億的綠化 好啊啊 如果要自己投一個 做一個腳踏車的計畫 也有多困難 一百億給你了 我不是說這要買的事情 所以我們再衡量一個 這何有事情 但是很多難得很多更缺的 不用花那麼多的 可以到位的 就沒辦法 所以說我也請市長 能夠再爭取 我們這個市立議員的整個投資 這個因為時間有限 再等一下一起回答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也要跟高雄錯 我們現在也很好我講的 全國新建案回應氣候變遷 節能減碳健康 得到很多合理的 健庇容積的獎勵 現在 比太陽人更快 更誇張 東 台東 台南 綠建築 有些 有些 在我們的基礎之下 再做一些微調 再更創新 做得變成更 但原始的 都是從我們高雄 從我們 我們的這個 公務團隊 從市長 吳厚某 一路包括我們的 楊明州 跟我們的 公務局長 都一路 一路 這樣一步一腳印 包括當然都發局 很多配合 來支持 讓我們的整個 整個 尤其現在公務局長 也在很認真 在推這個 包括我們大樓 現在興建 當然現在景氣不好 我們又想了一個方法 讓你變更高雄錯 讓你更慢 又符合市場狀況 又符合整個更改 整個高雄錯 後面的高雄處 還有兩年三年 會很精彩 可是 市長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都住在高雄處 我們如果說 不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綠建築 有給舊的有改 可是有些 不一定有改的條件 哪些呢 建幣綠跟容器 兼符合的合法 建築 以前古早處 就蓋一百% 他學校了 但是他沒辦法改 他要 第一 文資 非指定 不是古蹟的 但他想要保存 老房子的文化 或者視覺效果 可是他要蓋 他只要蓋 他一定要用新的 他就沒辦法去 在家 我們現在說的 那個修女對面 那個修女會 以前那個名字 雖然是老的那個名字 後面都說更新的 總比你完全靠自己去更新 他也不是文資指定 他不需要保存 可是他做這樣的立面的保存 對整個市容 跟整個城市的記憶 非常有幫忙 有些老房子他要這樣做 可是我們現在法規 並沒有這樣 容許他這樣做 有些 尤其岩城 有很多這樣的老房子 已經很老了 他願意保持那個立面 那個結構 裡面更新 只要跳出來 不好意思 你就是按照新的 就是退縮 退縮就是 你退縮就是 齊樓 旁邊都老齊樓 他已經在退縮 整個城市破壞殆盡了 我們的法規 完全沒有辦法回應這樣的議題 我希望這個都法局 能夠更積極的回應這樣的議題 第二個 舊偉建 他有家蓋出的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前 蓋的舊偉建 他要蓋也沒有空間蓋 第三 在高雄市實施之前的 新蓋的偉建 他就是違反規定 說違建大家聽到 違建就是壞人 違反這個建築法規 可是可能符合市民 市府 投資者 大家都認為可以的 但是法規說不行 所以只要人檢基 不好意思 市政府局長 趙局長現在 是高雄市的 不好意思 很難 大家選到沒了 不是說你 因為他嚴格執法 哇 大家選不贏 不過我們在回歸去看 這個法規 沒有回歸到位 我還是一樣 我要改你中央 就要把你吐整部 一個營建署 一個小組長 承辦人 就把你搖整部 你去市長去 也是把你搖整部 我們高雄市自己做 我建議市長跟 都發局長 公務局長 趙局長 我們去自己 我們在做一個 既有建築的一個 高雄錯的一個 條件政策 優化整個市桌條件 包括老人住宅電梯 綠屋 點太陽能 光電設施 節能節水 採光設計 隔熱設備 你看做哪些事情 如果是容積違建 我可以讓你合法 有條件合法 你必須做這些事情 但有前提 不可以違反消防 結構安全 公共安全 在前提之下 對既有的 你能夠做幾項 我給你獎勵多少容積 甚至於建幣率 你不違反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全部做到的 我給你獎勵的一個合法的方法 就是這些 第二個 有些部分沒有辦法做到救護 你逐項一筆一筆 不然我現在要挑多少 我要再挑多少 代金 替代 拆除 那 你能做的做 你不能做的 你就要繳這些錢 繳這些錢 讓市府的 還有更多的基金 去做其他 協助其他獎勵 其他也是民間的 取之民間 用之民間 不是要拿來政府 要收稅 有些人要做 他要花多少錢 我徵收這 有些人做不去的 他要合法 做不去的 交代金 代金來鼓勵那些 他可以做得到的 民間 他申請 老房子 要申請做這些 所謂的高雄錯的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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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為 有這條路頭套 不然現在大家 他沒有執勤 人家檢查 他也沒有執勤 他也沒有執勤 他執勤了 現在高雄市 差不多大家要求 經期本來就不好了 當然不是說違法制定的 而是我們要看這個違法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改善 是法要修訂 還是你可以去協助你 你改善變合法 這個才是一個有為 有理想 有作為的 不是年輕人 有作為的一個市政府 所以說我們希望 我們有一個優化 整個讓我們既有建築 畢竟我們高雄市推移 那麼成功 還是只有新旁市 才可以有未來 但是這樣回應器又變遷 速度是不夠的 在那你把鼓勵都聽到 不可憐 我只能太多 各種的措施 讓舊的房子 能夠往高雄做 健康的 節能的 往那個方向走 只要他做得到 有些是空間做得到 有些已經出不到那 你不敢聽嗎 還不敢聽 那所以說 我們怎麼讓那些 他願意改 啊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你願意繳帶金 還要另一個自治條例 讓這個有依法可去 他要叫錢 來幫忙那 他要做的 這樣一個平衡 整個政策的一個平衡 我相信高雄 可能有多五 每年多個五趴 變成高雄錯 舊的房子 後來多五趴 多十趴 一年多五趴五趴 五趴 嚇死人 這個超 我們在回憶氣候變遷 不是說這樣任性程式 說整部 做法 我們有更 創新 這個辦法 不好意思啊 你再拿出來 明年五月 再去那個一刻 專案報告 這個趙局長 又可以去報告 我們有什麼創新做法 這個都是國際新的案例 創新案例 在那裡逢選 好必 不是說我怕人選 不是這樣 而是說 我們能夠找到 更好的解決方案 但不是做爛好人 是真正在跟自然和諧妥協的處理 那一個方案 史慕斯的一個轉換 這是我們對一個 第二點 那這些我剛剛講的 之前我也 都發局也講融機銀行 講很久 結果人家中央拿去用 台北市拿去用 我們自己都沒有在用 因為文資法 建案憲建 它會產生融機 會取得額外融機 你也可以活躍啊 你不能在商業區啊 但你保存啊 所有的融機 還有三百四百用不到啊 你也可以給融機 因為我們政府投資輕軌 鐵路地下化 新增的融機 歸公 不是你地主自然變利的 那是可以增加融機 但是 抱歉不是你地主的 是我市政委 是我市政委 開支 市民就錢 六歲金 增加融機的 不應該歸給地主 是這個地 火車站隔壁可以增加融機 但是融機的權力是市府的 是市民的 這是歲金錢 增加來的融機 應該歸公 包括其他的 那用途就是代方 可以用在哪裡 我們坦白說過 以融機為建 你來買融機 繳帶金啊 你來市政委買這些融機啊 屋頂設置太陽能 你要增加融機 變成室內居室 中央不準 那我融機可以給你啊 合法的話 就融機給你賣給你 你上面蓋太陽能 下面就可以做部分居室啊 因政府投資 所增的融機獎勵 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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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住 要融機 抱歉 這個部分 你給市政委買 我們就有來源 也有用途 這個叫做融機銀行 我們高雄發明的 高雄都沒有在用 我等一下前市長或都八局長 幹怎麼去把趕快 讓融機銀行蓋高雄實踐 而且 別人學到一部分而已 這個真正解決的精神 運用端 還沒有我們熟悉 畢竟我們是原創者 更知道它的來源 希望能夠盡速 有融機銀行的一個建制 第四個 最後我要提的就是 我們安全永續的 一個城市交通規劃 現在最近車禍 好幾次都在高雄 在新章 都是大腳車 連結車 比我們高雄 降車車 吃車的發生 然後都是連結車 這個時候都是死角 包括高雄 高雄是我們瑞峰國小的主任 市長也有去看 這些在高雄 不管是耗製 他們車比較多 所以說 重車多 摩托車多 它的衝突點就多 那我在這裡請市府 能夠要求 我們提前 政府好像有108年幾年 有要求 連結車還是大巴士 要裝市 外面的監視器 我們希望高雄市提早裝 或者補助跟中央爭取 王國財 在這裡給你們 給你們 趕快就撐出補助 高雄先做 因為我們是工業城市 我有權利 中央有這個義務 讓我們高雄市先做補助 你108年是強制的 我現在高雄市 只要你坐 我給你補助 大連結車 公車大巴士 遊覽車 都應該加裝這種監視器 在塞 不是monitor而已 還自動的 在塞的時候 你車一靠近 他就會叫 無人駕駛在研究 說要10年 我無人駕駛的技術 一部先拿來拍 現在就要拍 有人換過 你就叫了 不是說你每天在那看螢幕 塞車口每天都看螢幕 有螢幕以外 各自動sensor 有人換過來 你就叫 一定可以減少很多的 這種冤枉死亡的 所以這個時候 高雄市也能夠開始 當然重新檢討 標誌標線耗製的問題 還有新新都重劃區 不要再設直角了 要受圓湖型 退縮道路 圓湖的 這是 交通局和地震局 在重劃 或者舊的市區 可能要重新去規劃 去修改 當作一個案例 我們現在鼓的 轉角 圓湖型的 來檢討 那當然鄭炳親原 是第一個 我們還是希望鼓勵市政府 支持市政府 持續投資大眾運輸 捷運輕軌 公車 包括計程車的轉型 多功能的提升 這個 才是大眾運輸的 正本親原 第一個要做的 第二個 加速導入分享汽車 分享摩托車 還有增加C-bike密度 現在車聽說 曾經議員要坐邊 我希望能夠順利 分享汽車招標案 那C-bike也是招標案 我建議市長 開放E-MOTO 電動化 如果依照車子 一部車 一個城市有一部車 就會取代八部私人運聚 我們是摩托車最多 一台的公共摩托車 電動的 也許可以替代八部 也許替代更多 不用年輕人 每個到十八歲 就是要爸爸媽媽 開到手機 我們推動大眾運輸 也動不動 如果要他的活動力強 不就每個人都知道 大家同學都站在手機 你為什麼 大眾運輸沒有搞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的過渡期間 所謂的E-MOTO 但是E-MOTO要降速 不是速度那麼快 要降速 但是E-MOTO政府 不用再花錢 我認為E-MOTO 時間先看看 我開放 你要經營的 現在都很多 你有100台 200台 1000台 你自己經營 我政府只提供一個 你只要通過的話 我免費提供你 租借站 跟所謂的停車 免費 政府來支持你 我不用每天在編預算了 你自己來申請 現在很多創新的一個 大公司小公司 都在提供這些 所以E-MOTO 要不然你要增加 我們 都要那麼多萬台 百幾萬台 一百萬台 你要提供那麼多 乾脆讓民間去開放 這樣去競爭 我們只要開放競爭 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減少 但是速度一定要降低 第三個 私人運具還是要處理 私人運具 我們就鼓勵私人的交通運用 要電動化 要低速化 所以環保局 在二行程的胎患 除了針對五十公里以下的電動機車 或時速二十五公里的電動腳踏車 能夠加碼獎勵 就現有的獎勵以外 低速的加碼 電動機車 電動機車 三輪低速的 或甚至以後四輪的 再加碼 市區時速平均塞車的 這跟千塊一樣 25公里到30公里而已 那個有統計速度 平均速度也是二十幾公里而已 你騎這二十幾公里到五十 已經綽綽有餘了 不要再去獎勵什麼 不要自民 雖然世界很爛 但是它也是90公里 時速90公里 那個不是我們要獎勵的 不應該是我們在獎勵的 不只是電動化 要低速化 多輪化 三輪四輪的我要加碼 那也請 市長跟交通局 也跟交通部回應 低速四輪車的法規 能夠趕快上路 鼓勵沙灘業者 我們高雄五兩間三間的 研發水路兩用的 回應氣候變遷 任性成是交通工具 可以增加我們城市的外銷產業 這是我們高雄 這個是 Eco Mobility的一個展覽 還有這些 包括增加大型建築物的停車場 增加電動設備 充電設備 E-MOTO的實驗區 能夠擴大到齊津 加工區 工業區 陳青湖 所謂實驗的交通區 那最後 最後 最後也再請這個 市長 拜託請願市民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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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家要去下去 大腳小腳的 你不是老人 不然兄弟 你如果派手一同坐電梯 電梯也要一邊一邊 也要走走 一個電梯本來就是要雙向的 我們的高鐵 市長 市長 請答 我回答 好 幾個部分 後面 吳議員的指教其實非常多 那會牽制到交通部的 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整理起來 跟交通部做一個建議 事實上 那一個 當初的流孔 那個孔道我都自己去看過 所以我很清楚 這一個 當初這個左營高鐵站 跟這一個高鐵的連結 其實現在的設計模式 並不是我們 老實說是覺得最滿意的 這樣的一個方案 回到剛剛講說這個醫院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整個高雄市政府 大概在106年補助 這個市立醫院的部分 總共是3.6億 民生醫院是其中一部分 過去這幾年 當然健保總的給付 對我們這個醫院來講 其實的確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就目前的健保體質來講 你要健保局去改這個東西 恐怕也不容易 過去的策略其實也都在議會的支持之下 是把市立醫院其實做一些部分的委外 或者說大部分的委外 透過委外本身來增加他的醫療的品質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其實也是相對把這個留下來的市立醫院的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做一些資源的集中化 就是醫生、設備、政府的補助 那所以這兩個部分 坦白講我認為過去這10年 這一些腳步其實都是正確的 而且是慢慢再往這一個方向來進行 那至於就是說再怎麼樣進一步 是不是在我們的人事上面 醫生上面可以讓他彈性化 那哪一些這個資源還需要市政府來補充 我想都可以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所以其實我們來這邊10年 其實市長也都一直在強調 我們不希望其實真的看到 大家還要去私立醫院 還要去喬病床等等的 那公立醫院的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要來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我們願意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至於這個立建築的部分 我想這個真的我們在公務局跟這個突發局方面 可以再進一步再去跟這個 甚至包含內政部營建署這邊來做一些爭取 不過討論的過程裡面其實多多少少讓他已經實施了 我最近有聽到一些聲音啦 就是建築業的一些朋友說 也不要經常改來改去 他們某種程度變化的進化的太快 有時候他們業者其實也無所適從 不過這些事情都 我覺得大家都在一致的方向上面去努力 那剩下一些部分我們可以來溝通 那至於剛剛講說那個什麼 100億的那個其實是一個 某種程度是一個誤會啦 鐵路地下化裡面是包含62億 的土地 那個其實不是經費的補助 董抽機器台鐵局希望我們62億去買 那現在是無償借用給這個高雄市政府 坦白講那個也不是高雄市政府 以後那整個鐵路地下化之後的原道 事實上是所有高雄市民所共享的 那工程費的部分當然還需要這個42億 那當天的突破是這個交通部真的是 非常有對高雄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是這42億把鈉進去鐵路地下化的整個工程經費 我想這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沒有外界所傳的說什麼好像 搬一百億的現金來高雄沒有這一回事啦 就是無償過用 汽油的那個建築物啦 汽油建築物的運化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啦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因為我現在說的我聽不太有啦 有無償過用的 如果民進去經過 如果民進去的立法 不管他的平法不合法 他只要跟一種相容的 chemicals和民進 就只要偽一說話 那麼他對回來 如果他沒有人立法的 他可以講代經的 可以說代經來補助那些命重的 讓他合法化 讓他或是自己的程式 或是一個高雲做 你說當他單獨取遞的手段 這樣會很激直的 我個人願意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這大家要來討論 合法 我願意朝這個方向來討論 我們願意來討論 謝謝 對不起 我想謝謝委員有很多一些進步的思維 其實我們對現階段既有建築物的優化來輔導 我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 不過我想站在我們所有的同仁的立場 依法行事 如果有人檢舉 我們在處理的過程也是非常的危難 但是如果怎麼樣子把這些優化的條件 我們的法規同仁也一起介入 大家一起討論 不違反消防 包括它的結構安全 在公共安全的無益情況之下 我們盡可能用其他的方式 我同意說繳帶金 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覺得我們願意來討論 我們也希望議會在這個部分的意見 像委員或者有若干進步議員的意見 我們會一併納入 這樣來解決 現在當然有很多的廠商 有很多的建築物面臨這樣的問題 也造成我們很多的困擾 不過基本上我們的公務同仁依法行事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的堅持 也有他們的難處 我也希望議會能夠理解 謝謝 好 我們一起討論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實習完畢 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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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